来瓣纳已经三天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管好瓣纳 身后的就是西双瓣纳柴族园 这里面有一个泼水广场 今天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泼水 这里离景洪大概有25公里 半个小时车程 身后这边都是停车场 我们自驾过来的可以把车停在这边 或者说在里面找好宾馆 找好客栈 下午5点钟之后开票 可以开进去 开到里面进去 白天是不允许开进去的 从百姿园大门右手边买票 就可以进来 进来呢 这里花40块钱可以乘坐观光车 但是建议的话 年轻人就边走边游玩 一路看一看 吃点东西 反正这边天气是比较热的 建议大家穿着凉爽一点 戴一双拖鞋 以便满水 进来之后 这里面有一天卖这种民族不适的 你们可以在这里买一身 等一会儿到里面去 到泼水广场去 换上 再泼湿了 再把原先的衣服穿回来 我们这条路往里面走 距离泼水广场大概有一两公斤 能可以天酒变丸 一缕阳光照进我心上 现在我们进来了打渡园里面 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平时没有见到的水果 小吃 那个黄色的果子 是槟榔 长得有点像竹子 一节一节的 然后这边有这个民宿客栈 可以住店也可以吃饭 这边有特色手抓饭 菠萝饭 在这边 当地人喜欢吃烤的 万物皆可烤 万物皆可站 这个烤鱼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还有烤腊肉 然后这些都是当地的水果 小菠萝 木瓜 椰子 还有水果干 香蕉干 红糖 这些 然后这棵树 咱们见过没有 这个是鸡蛋果的树 之前吃过一次 然后这里还有一棵树 也是第一次见 这棵树就是牛心树 上面结了牛心果 好奇怪的果子 真的有点像牛心一样 等它红了熟了就可以在 在这吃 据说味道是甜甜的 我也没吃过 白了 下来了 在哪里 下来了 在那个房边上 在那树叶子那里 你那么 还要留两天 留两天 这是什么牛心果 牛心果 这叫牛心果 这这好不好吃 这个不是牛心果 甜甜的 老板娘给我们 捡的这个牛心果 大家没看过吧 还要撑一下 放一下 五块 五块钱 好 这是什么 姑娘果 姑娘果 嗯 好吃吗 好吃 甜的 吃吧 打开吃吃 谢谢 谢谢 不是 然后这个是鸡蛋果 在这边呢 像这种波罗蜜啊 随处可见 路边上都是这种波罗蜜树 这里 这棵波罗蜜树 挂了好多波罗蜜 那个大的波罗蜜 熟了没有 这波罗蜜树谁家的 阿姨 他们家 他们家的 嗯 那个大的熟了没有 那个大的熟了没有 没有熟 昨天我刚买完哩 买完了 卖完了 你怎么在树上怎么看它熟了没熟啊 没有 香不熟 香味就熟了 那在树上怎么看得到香不香呢 知道 鼻子知道 哦 它的香味 这一棵波罗蜜树上面结了这么多波罗蜜 还摘了两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 给我摘一杯甘蔗汁 小睡觉了 是不是 半块了 半掌先喝 谢谢 再来一杯 OK 竹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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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 only zar 甘蔗汁 烛 天下 这边泼水 泼水 要下午开始 泼水节是下个月12号到16号 但是这边由于是个景区 每天都可以泼水 一天有机场 上午的话不急 我们先去吃个饭 去尝一下这边的手抓饭 菠萝包饭 吃饭去了 这个是带竹特色饭 菠萝饭 手抓饭 沿着那条路一直走 就走到里面的泼水广场 泼水广场里面呢 有歌舞表演 还有 这边的一个市场 龙虎早市 龙虎早市里面这边都是卖的水果 还有水果干 沿着这个迎宾亭一直走 里面就到了泼水广场 三点半有一场 这场人能比较多 这场人能比较多 水果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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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来双手借给我 楼上的朋友 你们的双手在哪里 哪里来到 水果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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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 水果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优优们贡献乐际的味革 喜欢 statektik 好了这一场的泼水就到此结束了 然后现在可以去换洗衣服 把衣服换了洗澡 来到板拉这边玩 除了泼水还可以去逛一下新光夜市 新光夜市的话就在景洪市里面 今晚带大家去逛一下 这一场游戏 在发现小鸟空中的头 这不唱起来吗 有 在发现小鸟空中的头 眉毛 就感觉吧这种地方也多数是卖民族服饰 然后那些饰品还有当地的手工品手工艺术品 然后一些照相馆服饰出租的这些 适合情侣之间来这里旅行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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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